一个人和一群人 用声音寻找彼此 无意指点江山 只是把有料的内容讲给你听 凤凰会专注有营养的声音 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 平静的时刻 只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当下 在这里 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 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 我是安安老师 你要走着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又到了每一周和各位听众朋友 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 我们这一集要请到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其实他在上一集就已经过来了 但是上一集我们聊得很开心 所以以至于都没有聊到重点 重点是要请他来聊创造力的 我们欢迎许玉仁Jason 安安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如果是这一集才听到节目的听众 我要介绍一下Jason他的来历 他是Ted X台北的创办人 然后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 影响了台湾非常多的年轻人 那另外一部分呢 他因为想要提高他的影响力就去重整 现在是立法委员 也就是台湾最高民意机构的民意代表 这样子有没有很有分量 一口气念完还真不简单 OK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呢 讲到了很多Jason他过去 包含他的家庭教育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他的年轻的一些经历 他在国外流浪生活 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人事物 还有他个人的 他觉得他在寻找自己的过程 就是一个回家的旅程 然后他说他现在在回家的途中 对吗 没错 那我们这一集就要来认真地讲 我们的重点好不好 对我们重点就是 你创办了这个Ted 在台北的这一个论坛 然后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今天来聊创造力 那我想有几个 几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则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我觉得第一个事情是观察 而且是观察主流以外边缘的东西 所以很多的创新和创意都是从 Fringe边缘变成到Mainstream 那当他到Mainstream的时候 他的成本价格就降低 然后他大量生产 那就变成每一个人都有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是看事物之间的连结 大家可能听到Ted 或看到Ted的演讲的时候 认为他就是演讲 可是我当我接触到他的时候 我认为他是一个新的学习的体验 因为人的知识是透过connect 透过连结而创造起来的 所以我在2006年开始看Ted 在网络上 那我就一直看 我就觉得说 哇这个东西应该会改变人学习的方式 然后他应该会让学习重新的被定义 但是他又那么的简单 他只是像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 说故事的一个 storytelling的一个模式 那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把它引进来亚洲 可以引进来台湾 那会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所以就在2009年 台北取得授权 成为全世界第三个授权的城市 那也一路这样子走下来 今年已经第八年了 那我现在也是Ted的亚洲大使 专门负责亚洲区业这边的 推广的活动 那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说你在这个推广 或者是在取得授权的过程里面 就如同很多年轻人在创业的过程 包含我自己也是 一定会遇到很多障碍跟困难 你那个部分是怎么样去 你自己比如说怎么样去克服 或者是心理向做了什么样子的调试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困难 就连你早上要起床 可能都会有困难 每一个人都想赖床嘛 那但是我觉得要看看的是 你第一个是有 你有多么想要这个东西 如果这个是你真心想要的 第一个 当然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然后第二个 如果这是你真心想要的 不管外面是风吹雨打 还是风和日理 你都会去做它 那我想当初 我就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信念 我希望这一个事情 可以在台湾发生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然我就用这个 来写我的人生的故事 对比于现在的一些青少年 我发现对于挫折的忍受力 其实不是那么高的 可能因为从小他们接触的环境 也比较单纯 以至于一旦受挫的话 他们就很容易 譬如说想不开等等 我前一阵子 一个礼拜就处理了三个 青少年自杀的case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 现在的青少年 他们可能写给你的这个遗书里面 好像世界都崩溃了这样子 但是你实际上可能去看到 他们的家庭 学校 或者是生活的环境 可能就是一点点 真的是很小的挫折 是我们就是没有想到 怎么会这么脆弱的一个挫折 你对于现在的这个世代 就是说 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是因为他 上一代对他的期待 可能就是念书念书念书 所以你不会接触到 很多外面的事情 以至于你变成 更加的像一个 温室里的花朵 一旦你接触到一点点 你就很容易受不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父母要去认知 就是孩子不是你的副产品 你没有办法把你人生的 可能没有做到的事情 或是你期望你过去 曾有可能变成的音乐家 或者是律师 医生的这些期待 加注在你的小孩身上 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赋予他的生命之后 你唯一一个重要的几项任务 一个是 让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让他可以自信的 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然后让他可以 充分的了解自己 那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如果父母亲对孩子的 教育的想法 是建构在这三个 重要的基石上面的话 我觉得你的孩子 不会偏差太远 而且甚至于 他会比别的 童年凌晨的孩子 更早到他人生要走的道路 那现在的孩子 受处率低的原因 有可能是 生活体验不足 很大一个部分 可能对他来说 现在的生活 可能就是家里和学校 可能补习班 那或者是现在 有更多的数位的工具之后 可能就是上网 或是就是玩电玩这样子 那我觉得有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走进这个世界 然后真正的去感受它 嗯 你可以想像以前文艺复兴时代 你看朗基罗在雕塑的时候 达文西在做东西的时候 那时候你没有电脑啊 嗯 有没有手机 有没有iPhone 他们是怎么创造呢 嗯 我觉得我们的人 不应该让工具主宰 我们的思想 嗯 不应该让工具 嗯 去控制我们的生活 嗯 我们要创造 不断的创造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 呃 非常重要的一个 嗯 人之所以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 人之所以跟电脑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有创造的能力 我刚刚为什么问Jason 就是有关挫折处理的这一块 因为其实我发现 我在中国呃 内地啊 因为他们是独生子女 所以父母特别的宠溺是真的 那你就会发生一个现象 比如说呃 我们都知道创造力的一个元素 比如说打破框架 打破那个限制 或者是说你要去跟很多新东西连结 但是你发现 孩子是不敢的 嗯 他不敢打破 他不敢去尝试跟新的东西连结 有很重要一个原因也是 第一个父母没有让他去体验 第二个是 因为父母的期待太多 所以他很怕做错事 嗯 你不错你要怎么创造呢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可以提出来讨论的一个点 对 我觉得尝试错误 还有让孩子有 试错的空间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是 父母亲真的要 花时间陪伴孩子 嗯 长大 因为我觉得 这一个成长的经验里面 他是不会再回来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你不可能把这个工作 交给一个老师 或是交给一个补习班 或是交给任何一个人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希望了解你的小孩 你要花时间陪伴他 嗯 而且去抵减他在想什么 嗯 我们先进一首歌带回来继续聊 听说委员你有自己想要点的歌 对 因为在聊创造力的这件事情 嗯 我 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喜欢Bob Dylan 嗯 然后他有一首歌叫Rolling Stone 嗯 对 他基本上就说滚动石头不神台 OK 那这首歌非常的棒 嗯 介绍给各位 好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Bob Dylan的Rolling Stone 待会回来 once upon a time you dressed fine threw the bums a dime in your prime didn't you didn't you people called say beware doll you found a phone you thought they were all just kidding you you used to laugh about everybody had words hanging out now you don't talk so loud now you don't seem so proud about having to be scrounging your next meal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without a home lik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come to find a school right it's lonely but you know you only used to get used to it nobody ever taught you how to live out on the street so now you're just gonna have to get used to it you said you'd never compromise with the mystery trap but now you realize he's not sending any advice as you stare into the vacuum of his eyes and say do you wanna make a deal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beyond your home with no direction home lik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you never turn around and see the frowns on the jerks and the clowns when they all did their tricks for you never understood that it ain't no good you shouldn't let other people get your kicks for you used to ride on a crumb horse with your diplomat carrying on his shoulder a Simon's cat and it hard when you discover that he wasn't really where it's at after he took from you everything he could see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on your own with no direction home lik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like a rolling stone like a rolling stone ah princes on the steeple on all the pretty people no drinking thinking names got it made exchanging all kinds of precious gifts and things but you better take your diamond ring you better pawn i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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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都是在新创公司里 有一些人是CEO 有些人不是 然后其中就有一个人就问到说 你们觉得就一路走来 最烦的事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是说 CEO他可能读了很多书 然后他想法就是跟着每一本书 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以至于下面的人很无所适从 当然你说pivot本来就是一个 你到底核心竞争力要做什么 你的方向是什么 本来就是在创业当中会去摸索的一个阶段 但是呢你也看到说 至少我看到有很多的新创企业 或者是很多的CEO 他们在那个阶段里面有点久 久到以至于他团队很难建立 你这个你怎么看 我自己也在旧金山戏谷创业过一阵子 那我觉得在那个地方跟在亚洲 或是无论是在中国或在台湾 比较大不一样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 在那边的人非常的专注 就是今天其实我是做一个咖啡 我就把这咖啡这东西做到极致 那我可能是写code 或是我是做设计 或是我做一种东西 他会把他走到最深入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 当你不断改变的时候 其实你付出的是时间的成本 那还有就是你团队 你必须要不断的适应你变换的方向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 你要去想说 三年后你的公司会在哪里 你的公司你是希望变成上市 还是你希望他被并购 还是你希望他持续的经营 我觉得这些你先要想清楚 从未来看现在会比较知道自己在当下的盲点是什么 那第二个事情是一直非常focus的去问自己说你在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可以找到你在解决那个问题的那个痛点的话 是要不断的focus在那个点上 因为只有在把那个点做到很扎实的时候你才可以长出其他平行的服务 我看到很多创业家在早期的时候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一下子做太多事情了 那当一个东西他没有被建立好的SOP或是没有系统化或是建立好的模组的时候他就很快的做 无论是扩张或是跟VC拿到钱之后就找了很多人进来结果到最后失败收藏 那是非常多的 其实我觉得跟Jason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你讲的东西其实也跟心理学里面我们讲那个mindfulness正念 有很多概念是非常类似的 因为创造力它是要一个向外突破的去向外连接打破限制 但同时你也发现你必须要focus在一个点上 你同时是一个open的你同时又是一个focus的 看起来好像是一条竖线的两个端点看似好像有一点相反的方向 但是怎么样整合那个focus同时又是一个open的创新的 我觉得那也是在正念里面常常提到的 你要观 你要看到你身旁很多的东西 你要听到你身旁很多的声音 你要知道你脑中有很多的意念 但同时你可以止 就是观跟止 止就定在一个点上面 不被那个影响 我觉得创业家有两个能力要不断的去训练 而且这个就像你的在你的身体里面很少使用的肌肉群柱 第一个就是你的专注力 第二个就是你放松的能力 那专注力是除了大家说工作的时候一直工作 这不是我指的专注力 我的专注力是指的是用减去法去理解说你不要什么 因为say no永远比say yes更重要 那另外是专注力是去理解说自己什么东西是可以在这个阶段放掉的 对 然后专注于自己想要去做的东西 把自己的能量灌注在你要去build up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你今天就是要走这个方向 那你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在往这个方向去build up 那我们通常会让我们的能量示善 可是你会发现你一天其实最有productivity的时间 最有生产力的时间可能不过就是那三四个小时 所以你怎么样很清楚很专注的在那三四个小时之内 确定你非常的有productivity我觉得是很重要 那第二个就是放松 我觉得很重要是创业家不能随时随刻都很紧绷 就像一颗灯泡你随时都亮着 其实根本就跟别人分辨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那重要是你学着要放松 然后有一段时间让自己有down time 独处的时间 虽然我现在的行程非常的忙 但是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一个下午是自己一个人独处 那在那个时间我把手机关机 然后没有网路 然后我就是走到大自然里面 或者是我自己看书 这样子 就是让自己脱离到自己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听到没有安安老师在节目里面苦口婆心的讲 终于有人听到 他也这么做 我其实很早就开始听安安老师节目了 你太恶心了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尾声了 非常高兴今天跟Jason聊天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再邀请你来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你的内心世界 好 非常谢谢安安老师 我们进一首歌下周再会咯 听陈丽的奇妙能力歌 拜拜 拜拜 我看过沙 我下暴雨 看过大海 请问沙鱼 看过黄昏追逐黎明 没看过你 我知道美丽会老去 生命之外 生命之外 还有生命 我知道风里有失去 不知道你 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 听过尘埃掩埋城堡 听过天空拒绝飞鸟 没听过你 没听过你 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 安静的才是苦口凉凉 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 不明白你 我拒绝对你 我拒绝更好更远的月亮 拒绝未知的疯狂 拒绝深色的张扬 不拒绝你 我变成黄亮的景象 变成无所谓的模样 变成透明的高墙 没能变成你 我拒绝对你 我听过空静的回忆 雨水潇入骨山里 听过被诅咒的秘密 没听过你 我拒绝对你 我拒绝散落的欲望 拒绝的风人让我紧张 我拒绝世间的假象 没拒绝你 我包容六月清泉结冰 包容不老的生命 包容世界的痴疑 没包容你 我忘了只剩冰决孤岛 忘了眼泪不过是逍遥 忘了百年 忘了百年 无声口号 没能忘记你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 想要未知的疯狂 想要深色的张扬 我想要你